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我们又见面了 谈到咱们种番茄这块 尤其是大棚种植 这个番茄怎么样才能种出来一个高产高品质 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么对于高产高品质 首先是离不开水肥及病虫害的防治 首先对于肥这块 尤其是咱们这个番茄 从开始挂上管开始算 它就有营养生长 开始转为生殖生长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从生殖生长这一刻开始起 这个肥料的利用上的使用上 我们就需要稍微的给它调理一下 用肥上就要稍微变一下 那么对于番茄来讲 它这个肥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变呢 首先像这个番茄 刚数一个鸡蛋大小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以这个硫酸钾为主 硫酸钾的一个作用呢 主要是为了蓬果 像鸡蛋这么大的时候呢 就要以硫酸钾为主 然后呢 间隔10天 就是第二次在冲肥的时候呢 我们就该以这个硝酸钾为主了 为什么前期要以硫酸钾为主呢 因为硫酸钾的主要是含钾量比较高 蠢的硫酸钾呢 可以达到52个钾 也就是我们从营养生长转生殖生长这一刻起 那么前期啊 营养生长所积累的营养啊 还在这个蜘蛛体内啊 完全的可以供蜘蛛所吸收和利用 所以说呢 前期应该以这个硫酸钾为主 而到中期的时候啊 也就是第二次施肥的时候呢 就以这个硝酸钾为主了 因为营养甲呢 不单啊 有这个高钾元素啊 同时呢 还有这个营养蛋啊 也就是在中期的时候啊 那么前期体内所积累的蛋元素啊 就已经发挥的差不多了啊 吸收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以营养甲为主啊 同时呢 既要保证 那么植株的正常生长 同时呢 还要去供果实的膨大 这个呢 是硝酸钾和硫酸钾 那么从转色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番茄 从青皮果呀 开始转为白皮果 这一颗开始算呢 啊 我们呢 就开始要去喷这个 零酸二氢钾了啊 要喷零酸二氢钾 零酸二氢钾的作用呢 主要是为了起一个转色 这是咱们讲的这个 高钾肥硝酸钾 硫酸钾 以及零酸二氢钾的 那么在番茄上 从蓬果这一期呢 正确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希望咱们朋友们呢 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啊 一定要学会 怎么样去使用这个高钾肥硝酸钾 你看 这是难过 那个花啊 马上要开的花了 就是都要再掐掉了 不能让它长 这个是我们无土栽培的南瓜 也是做的一个实验 这一批只中了二十来颗 南瓜做瓜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不管是雌花还是雄花 天天卡 天天都卡 天天都有 前两天还有一个这么大的 因为啥 因为现在这个南瓜啊 还属于叶片很少 下面叶片只长出来又六七个叶片 一般南瓜十五个叶片 以上做瓜 比较好 因为叶片少了 下面做瓜的情况下 养分的话 比较少 十五个叶片的位置 往往这个瓜 个儿比较大 因为一个南瓜 你看我们种这个 属于高甜度的 是目前为止 我吃过的南瓜 没有比这个品种吃的更甜了 因为这个瓜 一个瓜个儿都三四斤的 所以说你假如说四五片叶 就开始流瓜 它的养分是跟不上的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花蕾 提前给它掐掉 有点残忍 这是一个熊花 雌花下面就有小南瓜 熊花是下面没有小南瓜的 我们种这个品种 无头栽培的南瓜 这个南瓜去年市场上售价 好像是一斤在十块钱以上 我们准备是一颗瓜 就是一颗南瓜 只让结一个南瓜 这样的一个栽培模式 把这个品质提升上去 农户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我们又见面了 这一期我想给咱们朋友们聊一聊 关于番茄上一些施肥的方法 咱们很多农户普遍认为 这个番茄是肥料只要上得越多越好 而且几乎从种到收获 一直都是以平衡肥为主 那么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 咱们农户发现番茄长是不错 但是产量上就上不去 这一期我想给咱们朋友们 就是聊一聊 番茄上一些正确的施肥方法 那么我们在底肥上 一般建议是以一些平衡肥为主 同时去配合一些钙肥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钙 在土壤中是不容易移动的 而在这个春夏季的时候 一旦缺钙以后呢 很容易导致这个番茄裂股的情况出现 或者说是起腐病的情况出现 所以说呢 在底肥上 建议咱们农户呢 就要使用比如说钙味淋肥 或者是过磷酸钙 这个要根据您土壤的酸碾度来决定 烹肥之前建议您可以去充实一次平衡肥 但是一旦烹肥之后 建议咱们农户呢 就要以高加肥为主了 如果说咱们农户采用的是高加水溶肥的话呢 建议咱们农户一亩地可以食用15斤左右 这样的一个量呢 就完全可以满足番茄这个棚果的需求了 另外啊 就是我们冲完肥以后 间隔一段时间 我们为了提升番茄的质量 包括口感 我们呢同时需要去喷洒一些钙肥以及棚肥 钙呢 建议喷空气一般呢 是使用到20克 那么棚肥呢 一般建议去使用到30克这样的一个量 钙呢 一般建议可以采用凹河台的钙肥 很多农户 一旦在棚果期的时候 往往呢都会去搭配零酸二氢钾 在使用零酸二氢钾的时候 千万不要和钙类的物质相混合去使用 很容易导致沉淀 也就是说效果呢 就下降了 没有什么效果 这样子呢 就是说既做到了植株生长所需要的棚元素 钙元素 等等一些中微量元素 同时呢 又满足了植株棚果所需要的高钾肥 这样子才能为我们的番茄呢 高产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 以及保障 有一些朋友跟我说 自己种番茄苗种不活容易死 实际上番茄是最好活的一个作物 好活到哪种地步呢 你掐一个岔 然后栽到那 它自己就开始生根成活了 这番茄 盖个岔 再找一个岔 再找一个 因为我们经常打岔 所以说岔不多 三个 再有一个 四个 五个 五个 这是刚弄的这个番茄叉 然后我们把它栽到鸡汁里面 直接插进去就行了 有条件的话 你可以去 蘸一下根 用生根剂蘸一下根 没有生根剂的话 你直接得插到这 拦好一核 浇上水 一定要浇透 这就可以了 在暗苗以后 然后你用 就是遮挡一下光 遮挡三天就行了 遮挡好 遮挡好一核 然后你再 坚持 每天浇水 一个礼拜左右 就可以炸新根 二十天左右 你就可以移栽了 这东西还是非常好火 好火 好火 好火得很 这个是你研究出来的吧 老师 你 你研究出来的 一目的 如果 这个 水根在上 最高 产三十六吨 一目的 是一年的产量 还是 一年 一个月各一次 一个月各一次 它这个蛋白质含量 蛋白质含量 是玉米蒸的三倍 玉米蒸的三倍 就是做飼料 对 对 这个 它对本来是做斑菜 对 你说它这个 主顶做斑菜 它可以做斑菜 做斑菜 一压着这种斑 一压着那种 符合斑的那种 对 那个 那个墙路可以吗 墙路可以 只有二十六吨高楼 二十六吨高楼 哎呦 那用途是个不光泛 这个你 厌制了多少年了 五年多 配鱼 主要是配鱼 主要配鱼 它喝的 但是 跟平常的那种 黄草的那种 鹿鱼 一样不一样 贝鲁 所以同一个中 但贝鲁 出一个中贝鲁 鹿鱼 首先是 这个 这个 牛羊论 时候它吃 嗯 猪它不吃 猪不吃啊 这个猪丝料可以起来百分之八十 这个猪丝料可以起来百分之八十 这个猪丝料在百分之八十 猪也可以起啊 猪丝料 猪丝料 算不太多 猪丝料 它会量食 一盐 一元 基本上在一亩一天一斤 比食料充满大幅一样 在笨浪的为个猪 在家里种的草为个猪 也是利润很高的 充满才一样 三百五到四百五一样的猪 比现在食料充满 再来不再病 你当时从哪个课题上开始想到一间店里去 我们想 猪瓦店弄个语章案的朋友 让他下课去了 发现有这样一颗东西 然后他就开始配入